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基本上来说跟我们阳间的这个所谓的司法审判是相同的 如果犯了罪你就需要接受惩罚 比如我被你可能倒了几千万害得我家破人亡 你说你被关了几年就跟我讲说都抵消掉吗 很难吧 有些人他可能他不是一个人被他杀死 他可能是全家都被他杀死 这个怨恨你跟我讲说你下去被惩罚多少年 然后被你关进去关个几年你就跟我讲说 一笔勾销都没事吗 当然不可能 所以呢我们所有提到的在阴间里头 接受的这个审判跟惩罚 他就是像我们在阳间里头的一个审判 产生了一个惩罚 至于业障的部分则是被害者本身 我本身我不一定你受惩罚我不表示我要原谅你 所以我觉得这个怨恨难消 有可能会分成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就是民间有一种是下地府去 跟阎罗王申诉 那么阎罗王就另外给你一个所谓的黑灵旗 OK我允许你对他做一些惩罚 第二种他并没有下到地府去 比如说我因为被你害了 然后可能全家都走掉了 我就是要找你 一定要找你报复 所以你才会听到有什么 找到他一世两世三世四世 终于找到你了 也就是说从头到尾这个受害者 从来就还没有下去报到 他的心就是要执着在复仇这件事情身上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会出现另外一种 就是死于非命的这件事情 比如说可能有些人 他就莫名其妙从高处摔下来 而且正常情况 正常的人都不会这样摔 他就莫名其妙就这样摔 这个我们有时候也很难解释 基本上我不知道为什么 会觉得我们跟鸡童都会结梦 我想应该是你有接触到 会结梦的鸡童 但是我必须这样讲 因为鸡童的身份是跟他的神明 神明给他的这个有关 那你也必须神明本身会结梦 民间里头有各种不同的神明 他所执掌的各自不同 比如说我们有所谓五辅千岁 那有这个不同的亡言 他有时候有些是专门是医生啊 所以你问他 这个身体会不会好啊 他会给你一些建议 至于老师的话 那就要看他有没有学 像比如说我们可能是从小就有学 那有很多老师 他的专长也不一定会结梦 比如说会八折老师 不一定会风水 会风水老师不一定会姓名学 所以每个人的专长也许各自不同 香氛用的现香基本上应该还好 那只是说我们用来祭祀用的香 现香一般就比较不适合 因为古代人认为说 香是用来跟灵界沟通 那所以灵界不光只是好兄弟 他包括跟神明沟通 所以我们跟神明讲话 祈求的时候上香 跟好兄弟讲话祈求的时候上香 我香氛本来就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如果真的我这个房子就乖乖的 我老是觉得某个地方有一个角落的人 你又刻意在这边点香 感觉上就好像我在祭拜他的感觉 如果这种情况下 你又真的还是喜欢这个香氛的味道 你可以用各种不同的 比如说精油或什么之类的 都可以 如果真的那个话 我会选择其他的模式 那么来达到你要的效果 如果卧室我白光黄光会同时使用 就说它不要太亮 房间里头太惨白 就是太冷 基本上会感觉不舒服 反正太黄会觉得很暗 那其实人也会觉得比较没有精神 因为如果房间真的没有穿的话 表示你的原始设计的时候 那个位置其实就比较特别容易聚印了 我想樱桃子的问题 主要的问题不在于用什么光 而是应该选一个更好的房间 当然可以啊 基本上如果你想要放这类的植物的话 我都建议你 因为尤其是黄金葛 它比较偏阴性的植物 我建议你它绑上红色的缎带 点红转扬 它就会达到一定的效果 黄金葛它很容易攀腾 你尽量不要让它攀腾到 你装的那个容器的底部 太长 会偏向比较多的是非口舌官司 所以我尽量注意到这几点 其实就没有问题 然后最后一个是 办公室放什么植物比较好 基本上放什么植物我觉得都好 只要不要太多就好 仙人长 仙人长基本上我觉得 是这样看 因为很多人都说放仙人长 防小人 那我刚好 我是坐在你前面 或者坐在你的方位 我就会觉得 你就是说我是你的小人 只是太针对了 对对 太过针对 太过明显针对 所以我是比较不会建议你 放这类的植物 放其他的植物 但不要 重点不要过多 电视基本上来说分做镜面跟霧面 镜面的话 它其实就跟镜子一样玻璃一样 它会反射会比较明显 比较近代的它反射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你还是会看到自己 基本上你如果要放的话 不管你放哪一个都建议你就是 可以放块你喜欢的布 OK 不用的时候把它盖起来 放个毯子 漂亮的那种大型的那种波子地毯 然后放在那边挂起来 就当艺术品 要用的时候再打开就好了 黑魔法就是专门用来害人的 所以白魔法就专门用来救人的 像比如说它们还有各种不同的 比如说魔法蜡烛 就各种不同的 我想很多朋友很好奇 因为比较少接触到 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一样呢 就把它留给我们的这个制作单位 设定不同级 比如说专门讲黑魔法 白魔法或无数相关的事情 必须跟你讲说这个方式呢 很早以前就有人用 因为我们也到过 留邦有学案的现场 而且到过现场的通灵老师 不只我一位 只是我先跟大家讲就是说 第一有时候往生者的灵 不一定会在现场 有时候他可能就被那个 就是也许被招走了 也许就是被人家封住了 怎么样不一定 所以你是不是一定能看到他 不一定 第二个 我们有些东西他是不能 他人不能讲 好兄弟也不能讲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讲说 灵界有一些部分 他是受到限制 不太能跟人家直接沟通 所以你可能看一些 某一些电影的话 他就这个灵 我就跟他的另外一半 他不能直接跟他沟通 要透过转接的方式 要不然的话 所有的案子都用这个方法来破就好了 对不对 这个是很多人都讲过 想过这件事情的 基本上在民间的说法里头 狗如果遇到神明的话 不会吹高雷 因为他的形象是好的 慈祥的 慈善的 但是如果是好兄弟的话 他会觉得恐怖 害怕 所以他才会有吹高雷的这个动作 加上一般来说认为 民间认为说猫跟狗 他是比较少数的特殊的 就是有阴阳眼的动物 所以有些其他动物 他不见得会反应很敏感 但是狗跟猫看到好兄弟 他就会比较敏感 所以你说有没有可能是神明 我们现在目前所有的统计 其实这样都没有神明这件事情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就是缘分 刚好天时地利人和 比如说这个时候我刚好有空 第二个我们也谈得来 第三其实也许你有某一种天分 而且第四个就是 依照你的天分来决定 你是哪一种弟子 举例来说 我的学生以头有专门看风水的 有专门讲姓名学的 有专门讲八字的 每个人的才华能力各自不同 比如说有人数学特别好 有人英文特别好 有人就是对语言特别好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会因才失教 每个人的才能不同 比如说我也很想要了解灵学的东西 可是我就是永远看不到 我就没有那个体质 你不能你想要透过各种方法 就让自己看得到 有时候很困难 一部分是要你要有那个天分 第二个要有那个天分 第三我想缘分还是蛮重要的 我想你们都跟我有点缘分 为什么 因为你们看了这个节目 也许在里面看到得到很多 很多重要的资讯 当然如果你还想要知道 更多更多的讯息的话 也欢迎您记得在我们的下方 可以留下你的想法讯息 那我们呢会在下一次 跟大家分享各种不同的资讯 我们下回见 拜拜